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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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会痛 上次有个人到医院还没出来就很难 怎么样 来 我们看看杨桂妹的鸡童鸭讲 你看 阿妹啊 第一次上我们节目真是稀客啊 哎呀 我今天真是太荣幸了 别惨妹了 你一定有什么目的吧 我现在哦 是歌手哦 我出唱片哦 哦 人逢喜事精神爽 难怪你越来越漂亮了 简直就像一个 菲律宾女佣 你真爱开玩笑 听说你MTV也拍得相当的精彩 里面从头到尾都在 啊 别闹了 快告诉我们啦 内容是 一场床戏 啊 你自认为你的身材适合吗 里面会有电 电海绵 当你知道要拍这种戏的时候你的反应是 哇 我好高兴啊 高兴 凌场的表现呢 我就是脸红 就 就通红这样子 就只会一直笑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不知道是 应该是前面对外面 还是后面对外面 这有差别吗 反正 穿什么颜色都看得见啊 小姐啊 你这样说都不会不好意思啊 我觉得 我觉得我好像是最不害少的一个 好好好 我们还是来谈谈你的歌吧 因为我比较年轻嘛 所以唱的歌呢 都比较轻快 哦 比如说像 歌 歌 歌仔细 啊 你自己听过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很恶心 你不觉得你这次出唱片 就好像是生活上的一个玩笑而已 你认为这张专辑的成绩 真的是很危险 可是 跨行来唱歌 当初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人家卖药 然后卖药之前呢 就会有一段那个歌唱比赛 哎呦 还是经过比赛的 实力派的哦 那我是参加小孩组 什么啊 大人跟小孩比赛 这分明是作弊嘛 请问评审是 飞哥一直摸我的手 我还这样傻傻的让他们摸 你怎么可以出卖色相呢 这有什么关系摸个手 可是依照飞哥的个性 不会那么简单就放过你吧 不要提那个事 哦 我想我已经知道结果了 哇 那种感觉多好啊 那现场总该还有其他的评审吧 当然啦 蹦恰恰也习惯我 没有采取行动啊 这个蹦恰恰呢 还是比较享受不到这个福气 就先走了 为什么他会先走了呢 他去泡马子的 所以你还是只有选择飞哥咯 对 对 第一次 那你们伟大的飞哥 有没有什么评语啊 他还是个人嘛 是不是很不争气 很不争气 可是你戏演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这样牺牲的 跑出来出唱片呢 说出来嘛 看我能不能帮上你的忙咯 我是一个寡妇 带四个小孩 什么啊 没有想到你已经有四个小孩 而且还守寡了 四个小孩是三个爸爸生的 天哪 你是说你这三个老公都已经 被挂在墙地上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尝试 为什么你会嫁那么多老公呢 会给我吸水更多的经验 我想会嫁人吗 我也希望朋友能继续给我鼓励吧 可是全男人都没有鸭蛋去了 很多朋友你可以来试试看 哎呀 刚刚那个访问当中好像命中带客相就是你 我被出卖了 事实不是这样子的 事实不是这样子 可是为什么会回答那么样的自然亲切 老公都是挂在照片 用挂照片挂在墙上 是挂在墙上 可是不是她问的那样 是什么 不是照片是那个牌位挂墙上 西洋戏很多就对吧 吴炎山丘嘛 那我们是在讲吴炎山丘那个戏 很多人没看过啊 你可以再读一点 这个我想 刚刚说垫海绵的事 可能不是因为身上什么垫海绵吧 是身上垫海绵吧 是身上垫海绵 是什么 为什么垫海绵 因为我拍吴炎山丘那个戏 必须是这个女人很刻苦耐劳 然后又生过四个孩子 所以身材有点下垂 但是本人的我是保养得很好 不是保养好 骨瘦如柴没有油水 不是 我保养得很好 然后导演一看我穿那个衣服 然后再挑那个柴 不太像 对 不太像臃肿的那种 嗯 不太像 所以里面垫了一个棉被 然后上面再垫很多海绵这样 演这个戏也是非常辛苦啊 然后依你的演技来讲 因为生活很多导演的肯定啊 所以最近应该会很多戏 会找你拍吧 最近我就接了李安的一个戏 然后忙着这张唱片 对 这唱片就是米南语老歌嘛 主题叫什么呢 青春悲喜曲 青春悲喜曲 这没有翻译错了吧 没有 都很标准了 里面都是一些老歌 都是一些老歌 像这个刚刚讲的 思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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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心来的事无人知道 要怎么唱 心… 心… 心来的事无人知道 对 对 对 看这些老歌我们都会唱啊 还有什么歌 还有… 还有我哪怕开心来的梦 我哪怕开心来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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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